在我們畫面裡面有分成這兩個文件 同學都可以去進行一個移動 那我們要移動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們一一跟同學做說明 首先我們可以直接利用視窗下面的排列順序 比方說我們把它變成兩男式好了 我們就可以針對其中這一個照片按著它 左鍵按著不要放直接拖過來 它會出現一個加的符號 放開之後這兩個文件 其實它就已經這個數已經被拖過來了 那我們可以點選底下這個文件一下之後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再切回成 全部合併字標籤的一個部分 我們拖曳看看 它這邊確實已經有兩張照片了 這是直接拖拉的一個部分 另外我們也可以去選擇 先做好一個圈選 假設我們先把這個基本的一個形狀 先把它圈選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直接呢進行非常垂直式的 利用移動工具點選直接搬過來 這顆樹呢也會被搬過來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辦法 同學按下Delete就可以刪除 所以同理 我們也可以去點選呢 把這個畫面呢全選 剛剛是只有選到這一顆樹 我們把這個選取區呢先取消掉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全選 整張照片 然後呢利用我們要的編輯下面選擇拷貝 那在另外這個視窗 編輯下面選擇貼上 好那就會剛好把它貼在畫面的正中央的位置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辦法 更把